为了保存台湾林业历史文化价值增加花莲的观光吸引力 林务局和圆明会特别前往了水源部落要会刊 要重启花莲蓝山所到再生计划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 虽然现在中央还没有明确方向要如何执行 不过秀林乡公所团队会协助水源部落 延续这项计划共同来为水源部落发展努力 林务局花莲领馆处从107年启动花莲蓝山所到再生计划 可信性评估举办了公厅会 同时也获得部落会议通过支持这项计划 虽然这三年当中都迟迟没有下文 部落有延续这项计划 在行政医院政务委员张景胜的出身之下 运明会主要一将把落1月29号也前往水源部落会刊 来听取林务局进行简报 共同重启延续这项计划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 虽然到现在为止中央并没有明确的方向和如何执行 不过秀林相公所团队也会全力协助地方来推动 我们水源部落都非常的期待 那目前就是圆明会以及林务局 两个中央单位一直僵持不下 到底我们蓝山所到要不要做 其实我们秀林相公所是期待是非常大 那我们是希望是说能够在今年年底 或是明年年初能够有一个更明确的方向 让我们公所能够配合林务局或是圆明会 推动蓝山所到的各项计划 如果一直没有一个方向或是一个目标的时候 我想我们公所有可能会把蓝山所到的原有的一定地 我们会把它做成生态的一个多元功能广场 或是来我们制作一个我们的文化馆 等等的一个目标 那因为我们不想把我们这么漂亮的土地 一直闲置在那里 每天只是去除草 没有一个很一个多功能的应用 让乡民觉得放在那里真的很可惜 所以在这里拜托我们的中央单位林务局 林明会都拜托 还有我们花链县政府也拜托 能够支持我们蓝山所到的推动计划 花链蓝山所到再生计划可以说是水源部落 和秀林相公所团队期待的地方中央方案 物赖也会带动地方观光产业 由于水源部落生态保育可以说是保存相当的好 对文史保留也是着重的目标 我们会表示 年底之前也会重启关注这项提案 共同来为地方发展来努力 记得继续节目了 我记得發現 美丽 美丽 粑 我 我